简短的小漫画和小动画片的故事 就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这种方法 使我们更加的融会和理解 这比我们平常看这些书 我觉得是受益很大的 因为平常那些书和文字 有的时候你不能领会 我们希望接引父母 能够让他认识到佛法的真理 利用实际的人文去感动 去软化他 大家在古琴生理尽心 志工分享佛法 还有人品典范的故事 也引导心儿的家长 投入志工行列 艰苦知福挥别负面的想法 也给自闭孩子正向的能量